今天要來開箱我在淘寶買的包裹 總共是30公斤左右 有27個品項 如果有好奇我是使用哪個私人疾運商的話 資訊我會放在資訊欄喔 第一個開箱的是玻璃雪刻杯 想用來製作簡單的飲料 那它的杯身上面都有寫各種調整的食譜 玻璃蠻厚實的 我不是特別的在意它的密封性 因為雪刻杯基本上就是搖的時候不要會灑出來就可以了 那它上蓋的不鏽鋼收邊沒有做得很完美 洗的時候要小心刮手 有附贈盎司杯攪拌棒 跟搗泥棒 整體質感是重上 再來是菜瓜布的收納架 找了很久才找到這樣的樣式 整體質感不差 用夾的方式可以適應很多種樣式的水槽 買了一個石鍋 有關注我Vlog的話應該會很常看到我煮韓式料理 但是每次都覺得少了一味就是這個石鍋 感覺食物就是要放在裡面 美味程度就會加分 這次買的是1500ml它的最大容量 有附一個塑膠底盤可以方便移動石鍋 還買了一個夾子用來夾石鍋的 感覺要小心使用避免刮花這個石鍋 後來用了幾次我發現這個夾子很必買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你在移動石鍋的時候很燙 沒有把手可以拿其實蠻危險的 小米寵物飲水機 之前買了小米的飼料機之後 覺得要買就買成一組的吧 那它都可以連米家的app 隨時可以觀測水量很方便 買淘寶電器以前一定要確認電壓 是不是適合台灣的110伏特 裡面呢有附一個濾芯還有一個過濾網 都是很簡單就可以裝上使用了 買了三個窗花玻璃罐 很喜歡這種有點復古的窗花圖案 之前逛街就有看到類似的產品 但是買不下手 所以就在淘寶上面找了一下 那它的玻璃質感就跟窗戶很像 甚至有更厚一點的感覺 可惜堆疊的時候它的底部跟蓋子 沒有辦法銜接住 不然就更完美了 我挑的是竹蓋款 膠條的話是固定蓋子用 密封程度就很普通 旅行用分裝罐 特別找這款是因為它有吸盤 能夠吸在玻璃啊或是瓷磚上 出圓門使用感覺很方便 有小中大三個尺寸 我就各買了一個 矽膠手感蠻好的 但是吸盤做的有一點小 感覺不是很牢靠 小米鴛鴦鍋 一直想買一個鴛鴦鍋在家裡使用 那小米的鍋具就是簡單的配色很喜歡 內容物呢有一個蓋子 還有鍋子本體 還有兩個矽膠手把 裝上去的話 你移動鍋子的時候就不會怕燙 底部就是IH爐試用的鍋底 再來是我這次買到的一個超級大雷品 電動修美刀 暫且不論它品牌的真實性好了 只講它的產品的話 它的刀片頭一打開就油油的 塑膠的收邊也很差 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怎麼打開它換電池 只好研究說明書 照著它寫的方式還是打不開 整體質感很差之外 還為了開電池蓋差點劃到手 所以我就馬上把它堵成垃圾桶 桌上型小垃圾桶 用來當車上的垃圾桶 在車上可以掛起來很方便 按壓的設計也很順手 只是裝垃圾袋的時候 要注意兩邊的卡榫 要掠過塑膠袋才能卡得比較緊 接著是手機相關的商品 折疊支架 外出攜帶可以放在桌上 可以用來用牌子拍 或者拍攝桌上的食物 感覺是蠻方便的 重量很重 所以不會撞的就倒 質感很好 還可以調整各種角度 這款手機殼是看朋友使用被燒到的 買手機殼還有送保護膜 霧面的質感蠻好的 不會沾指紋 很喜歡它收編直角俐落 修飾了10跟11的圓邊 鏡頭部分也保護得很好 黑胡桃紙巾盒 開口是磁吸式的 一直在找能夠放得下大尺寸的面紙盒 雖然這一款看起來還是有一點點緊 但是塞進去之後它裡面還是有空間 面紙可以順利的抽出 整體的質感也很不錯 大理石紋路面紙盒 我買的是小尺寸 很沉很有份量感 那上蓋式的開口也很方便補充衛生紙 蓋子是有一點重量的 以避免在抽面紙的時候蓋子會掉落 黏貼式吹風機架 質感普通就是一般的收納材質 影片後面一樣會有使用分享 緩降垃圾桶 我買的是8升的 家裡有寵物的話垃圾桶一定要有蓋子 避免它們去翻垃圾 雖然這種垃圾桶裝垃圾袋需要花點時間 但放在客廳垃圾袋沒有外露的話 美觀度就是加分很多 Dyson收納架 這應該是這次最大最重的一個包裹 需要自己組裝 可以用來收納Dyson吸塵器的所有周邊 感覺很方便 這一整箱是我最常買的藍角落 前面幾集分享過的淘寶開箱 都有他們家的商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之前的開箱影片 發現壯裂了兩個 跟客服反應有退款 但是會需要提供開箱證明 所以網購一定要記得錄影最保險 分裝收納盒 這種收納盒其實很多地方都有賣 但是在藍角落買CP值就很高 所以沒忍住就多買了幾個 各種尺寸都收了 避風程度還行 喜歡它這樣子簡約單色的蓋子 再次回購的編織收納欄 再次回購的編織收納欄 這個也是再次回購的調味料盒 喜歡它可以堆疊的設計 外觀方正收納不佔空間 最近很紅的旋轉式置物價 有防滑的膠底 特地買了比較低邊的款式 因為有人分享說邊太高的話會不好拿去 家裡的衣架不是很夠 看到這款的平價不差 蠻薄的不佔位 塑膠邊收手也不錯 為次手 木頭湯匙 收編滑順CP值上可 塑膠透明收納欄 載型設計可以用於機靈空間 把手還有滾輪的設計方便拉去使用 但是它的輪子軸坐後面兩腳 袋子收納盒 這個在日本收納分享很常見 但在台灣很難買到 那它就是一般的文件夾材質 這次買三個想用來收納垃圾袋 使用分享一樣在影片最後面 按壓式分裝瓶 想用來分裝卸妝水跟潔膚水 原本舊的菜瓜布粒水袋是在宜德利買的 很容易積水發霉 需要一直清洗 換上這個新的菜瓜布架 應該是不會有發霉的問題了 只是要再觀察它因為是鐵劍 要看它的接縫出會不會生鏽 但就設計而言的話是很喜歡這款 旋轉盤我買的是小號 在買的時候有量過尺寸 確認放得下櫃子 平常如果要拿這層的東西 需要踩椅子或是踩垃圾桶才拿得到 用了轉盤之後呢就可以直接轉動玄霧 以下有做防滑 所以是推不動的 很滿意這項產品 這款收納罐因為比較細長 所以不佔空間 之前都是用這個好市多買的收納罐 高低不一又是比較寬的設計 空間利用率就相對差了一點 換成這一款之後 我的櫃子還莫名的多出了一些空間 很滿意這款收納罐 放在機靈的小空間 抽搭的設計可以讓空間充分利用 取物也很方便 平常家裡會背著多個尺寸的垃圾袋 但沒有整理其實會常忘記還有什麼尺寸 不小心就會重複購買 雖然整理的時候是有一點繁瑣 但整理一次呢就可以讓後續的使用更便利 也更好管理家裡物品的數量 也更好管理家裡物品的數量 也更好管理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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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標籤更以目瞭然 這是不同的尺寸的保鮮盒 就拿來存放小蘇打粉 冰箱我就同意使用好適多的保鮮盒 因為粉類都長得類似 有發生拿錯貨的狀況 所以這次我就有一起把它都一一貼上標籤 小米的鴛鴦鍋到現在還沒有使用過 內層是塗層材質 所以一樣是要用不能刮傷鍋具的湯匙才可以 左右兩邊的容量我覺得還蠻可以 應該是很夠用的 之後如果有使用到的話 就會在保鮮裡面分享的 用陶鍋煮韓式豆腐鍋 突然覺得好像變得很專業 吃清拉麵的時候我也會用這個桃鍋煮 因為它關掉火之後 它也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溫度 讓你的食物不會那麼快冷掉 這款手機殼當初看朋友拿的時候 以為它用的是12 沒想到它的手機是11 因為這款手機就是主打 殼是收直邊角的 比起圓弧狀呢也會握起來 感覺手機小了一點 磨砂材質也不會流指紋 還很喜歡它背面保護鏡頭的設計 側面鏡頭完全包覆 放在桌上也不用擔心會撞到鏡頭 或是刮到它 內層有薄薄的刷布 感覺製作很用心 非常滿意的一款手機殼 接著要換上新的儀甲 U型鉤是個很貼心的設計 那它的大小跟傳統的是差不多的 收邊比較圓弧 可以避免肩膀位置變形 掛起來也不沾空間 比起木頭啊 或者是這種塑膠材質的 都更省空間 鴨頭罐用來分裝了 潔膚水跟化妝水 直接按壓在化妝棉上很方便 一罐100ml的容量已經很夠用 也很方便帶出門使用 倒過來也完全不會露 很滿意的一項商品 這款矽膠分裝罐它的開口很大 所以分裝非常的方便 試試吸在磁磚上 還算吸得住 但發現開口方向必須要轉好 不然吸著就打不開了 按壓擠出來的手感滿好的 很輕易就可以擠出無洗髮精 也不會露出來 只是蓋起來有點困難 一定是會掉 只能適合短暫洗澡的時候 黏一下使用 沒有辦法長時間吸住 這款吹風機收納盒 有點失敗 沒有想到吹風機的吹頭尺寸太大 這件事情 導致它沒有辦法順利的卡進去 只能這樣反著放 有點可惜 使用的時候就沒有那麼順手 窗花玻璃罐因為它很美 所以用來裝東西也可以當成烈 我把它放在客廳的酒櫃裡面 裝密件還有茶葉 雖然它的塑料材質不是很好 但組裝起來的效果也不差 能夠好好的收納起全部的配件 終於來到最後一樣 它的蓋子太薄了 所以你如果使用的垃圾袋 是比較厚的話 蓋子就會浮浮的不平 這款新的垃圾桶 因為蓋子做的是有高度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目前使用下來也很滿意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淘寶開箱產品 有興趣我使用的集運商資訊 還有這些商品的話 都可以參考下方的資訊欄喔